清朝道光皇帝的后妃中 无论是追风或者亲自册风 光是皇后就有四位 可是 形同父后的皇贵妃 就只有一位装顺皇贵妃乌亚氏 道光十七年一七三七年 十五岁的乌亚氏 通过选秀入宫 不知是家事 相貌 素质哪一方面 吸引了道光皇帝乌亚氏 成为了那届秀女中 唯一一位被选中的秀女 随后册封为秀贵人 此时的道光皇帝 已经是年过半百的大叔了 乌亚氏和道光帝 有着四十岁的年龄差和代沟 初入宫围的乌亚氏 还没有弄清楚后宫的状况 就栽了一个大跟头 不知是因为他年岁阔小 对道光帝多有疏忽之处 还是道光帝为了解决后宫开销 入宫仅仅九个月的乌亚氏 就被降位了秀常在 降位一下 让乌亚氏清醒了过来 年轻美貌可以助他获得圣宠 但要顾宠 还是需要有聪慧的头脑 毕竟 乌亚氏是道光帝亲自选中的唯一新秀女 灵力聪慧 很快挽回了圣心 重获圣宠 降位一年半后 道光帝把他附近为林贵人 之后的日子里 乌亚氏小心谨慎地侍奉道光帝 恩宠建农 1840年 入宫后的第三个年头 乌亚氏成功地怀上龙寺 母平子贵 被禁封为林贵 同年 乌亚氏生下了道光帝第七子 清朝末年赫赫有名的纯亲王 一轩 道光帝大喜 马上下旨 禁封乌亚氏为林贵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 乌亚氏马不停蹄 先后为道光帝生下了黄九女寿庄公主 黄八子一格 黄九子一会 五年得四子 可以看出 在乌亚氏身上的圣宠 无疑是最浓厚的 道光二十六年 1846年 二十四岁的乌亚氏 被禁封为林贵妃 位分仅次于 时为黄贵妃的孝敬城皇后 道光三十年 一八五零年 贤封皇帝登基后 尊封刚刚二十八岁的乌亚氏 为林贵太妃 一八六一年 三十九岁的乌亚氏 又被刚登基的同志皇帝 尊封为皇祖林皇贵太妃 至此 历经三朝的乌亚氏 终于登上了皇贵妃的宝座 一八六六年 乌亚氏去世 中年四十四岁 氏浩雷 庄顺皇贵妃 葬入木东陵 她的宝顶位于孝敬皇后东墙外 乌亚氏的殊荣 并没有因为她的离世 而结束 同志皇帝嫁崩后 她的孙子光绪当上皇帝 而她的重孙是为宣宠皇帝 罗子 文字幕志愿者